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传到跟大家来传讲的这个信息 就是在雅各书 请大家现在就翻开我们的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二 一直念到第十四节 我们看我们的雅各书第二章 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 我们来谈试探 我们要来谈试探 那圣经在第十二节讲说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自人的人 当我们谈试探的时候 第一方面我们要看到 这个试探是很正面 是很积极的 因为我们看见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说 那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我们可能面对到什么样的试探 可能你生病 可能你重到很严重的疾病 你不要以为你受到疾病 你就是受咒诅了 你的人生没有上帝的祝福了 不是 或者你的婚姻出现了许多的困难 许多的压力 许多的难处 你面对到试探 你不要以为你的婚姻受到咒诅了 那圣经说 那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 意思是说 如果你能够胜过这个试探 你能够经过这个试探 其实你是很有福气 假如你考试不及格了 如果你考试遇到挫折了 你不要觉得你是受咒诅了 可能神要接着这一次的失败 所以你下次更加用功 更加进步的一个可能性 那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们 我们首先 不要以为所有的负面 对我们基督来说都是不好的 那在上个星期的主日崇拜 特别提到 成功神学 错误的讲解圣经 认为所有信号严肃 就有人不再会遇到困难 不遇到挫折 不遇到负面的状况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那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意思是说 当你遇到这个生命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忍受 你能够爱神 你是有负担 如果你遇到婚姻的这个不顺利 但是你靠着神 给人家看见 所以那里的婚姻有困难 但你仍然为生而活 我常常想到为死的约翰 他都因为不幸福 但他仍然守在神的面前 整体的生命被神大断地使用 我们看见有许多人 他的功课 虽然不是很理想 但他不自已自杀 他能够靠神来 胜过他的压力 然后慢慢地进步 那我们今天是来看到 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说什么呢 他说因为他经过 试验以后必须生命的冠冕 我们的约伯 他虽然遇到试验 他虽然遇到试探 但是他怎么样 他最终上帝与他见面 鼓励他 兼顾他 他得到上帝更大的丰盛 更重要的乃是 他这一生中间 能够为神而活 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人 他这样像一个的教父 他需要为主的缘故 牺牲他的生命 虽然他不像越不在永生之年 得到神的奖赏 可是他有一天要见到主 主要怎么样 是他生命的观念 生命的福分 所以原来呢 我们的主 要我们看有一个永恒的观念 我们知道我们忍受 有一天我问我的孩子 如果有人说 你信耶稣就砍头 你要不要信耶稣 那我告诉他说 你如果要信耶稣 那神要救你的灵魂 神有一天要给你 一个复活的身体 那如果你要放弃 耶稣 你要你的生命 好像你得着了 但是你在永恒的里面 你的灵魂跟圣地 要永远的灭亡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忍受试探 我们就是有负的人 我们能够胜过试探 我们就是有负的人 因为这是上帝应许 给那些爱他自人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祷告的生活中间 我们常常一边依靠神 一边遇到问题 一边侍奉主 一边遇到难处 大家不要觉得 非常的难过 你应该让我们都一起的 仰望我们的神 知道神要爱我们 所以我们要抓住 我以前在短学的时候 大概二十多年前 我的俱伟老师 叫做秋和平 牧师博士 现在是四位神学院长 他告诉我们说 每一次遇到苦难 你要抓住那个苦难 抓住那个磨练 因为要在那里 学到功课 那么这真是有福的 第二方面 我们要看他们 谈试探的时候 不但要有很正面的 去看试探的时候 我们第二方面 我们要看试探的来源 我们知道上帝是怎么样 是上帝说 人被试探 不可以说 我是被上帝试探 因为试探的意思 是要你跌倒 要你软弱 那个目的是魔鬼撒旦 你不是神 他说因为神不能试探人 他也不试探人 所以我们的神 不会试探人 他不要你跌倒 他乃是要 你经过的考验 越来越得胜 好像我们有考试 是升级 不是升级我们考试 升级我们考试 所以神从来 不要我们跌倒 让我们得胜 并且得胜 那既然弟兄姊妹 第十四节告诉我们 有关于 接受试探的原因 为什么有些人 在试探里面败落呢 十四节告诉我们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 是一千颖 引诱的 所以原来我们人 有欲望 可以是正情正义 也可以是邪情 实义 比如说我们吃东西 是个正常要吃的 可是如果我们吃过量 我们就是邪情实义 男女关系 婚姻的男女性爱的生活 在婚姻里面 那是上帝所祝福 是正情正义 那婚前发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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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的关系 或者婚后发生 关系 这是邪情实义 为什么人 会有这种的问题呢 那是因为我们 被施意窃离了 跑去邪情实义 而不是在 正经正义当中 所以我们注意 我们的眼目 我们注意 我们心里面 有没有一身 今生的骄傲 或者是肉体的情 我们讲到眼目 亚当 笑话当中犯罪 就是先看到 然后被牵引 然后犯罪 我们有时候 我们会因为怎么样 很想吃那个东西 那个肉体的情 或者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应该是了不起 其实我们是起不了 那个精神的这个骄傲 所以我们要胜过它 我们就可以背住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就是传到今天 要跟大家谈 有关于试探的这个课题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接着下来呢 传到跟大家来谈记 今天晚上我们的祷告事项 如果你预备 跟我们参加完 整个的这个祷告会 我们的祷告会 就会 等一下会有五分钟 参诗 大概是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会有祷告的时间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大家 听完这个召集 就分开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的祷告事项 包括什么 我们就赞免认罪感谢 然后我们为 convince就求神带领克制 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家的经济 为着马来西亚的政治 也为着我们教会 能够在崇拜 在小祖跟各种的关怀上 被神来使用 那这个就是我们待会的 这个的祷告的事项 那这时候呢 反正带领大家一起的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有这个 线上的这个祷告会 我们特别求你的灵来感动我 所以我们更明白如何的在我们每天的祷告生活 我们能够 惊醒的依靠神 好叫我们得胜 我们试探 并且我们得胜 主你赐恩 你保护我们 你保守 让我们恩上家 让我们力上家 被主来使用 也求你赐恩 叫我们在整个祷告会结束 之后 主我们都能够进行家里的祭祷 让我们带领我们家人 更深的爱神 更加的爱人 被主来使用 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用这个视频来参试 作曲 李宗盛 我愿意读懂你新鲜 我愿意识意向我邂谨 我愿意识意象我写明 我愿主动你新鲜 我愿意识意向我邂谨 我愿主动你新鲜 我愿主动你新鲜 全心套你喜悦 我要举起双手 降伏于你 跌进你的胸怀 我远处到你喜悦 全心套你喜悦 握住我的身 就多我心意 完全属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 恳求你心里叫我显明 我远处到你喜悦 全心套你喜悦 我要举心双手 降伏于你 带进你的胸怀 我远处到你喜悦 全心套你喜悦 握住我的身 我远处到你喜悦 全心套你喜悦 全心套你喜悦 我远处到你喜悦 我要举起双手 降伏于你 贴近你的胸腕 我越触动你心弦 全心靠你心愿 握住我的身 求同我心里 完全属于你 我越触动你心弦 全心靠你心愿 我要举起双手 相赋于你 贴近你的胸腕 我越触动你心弦 全心靠你心愿 我越触动你心愿 完全属于你 我越触动你心愿 那么第一方面请大家 我们一起来做赞美的祷告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为他的名本为上 他的挚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之道万代 让我们一起这时候 一起做赞美的祷告 全人的主啊 我们的神啊 我们何等的赞美你 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亲近你 因为这是世人所没有机会 哦主啊 我们借着基督的救赎 借着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开启认识神 以至于我们懂得敬拜 以至于我们懂得赞美你 以至于我们懂得来学习 依靠你 我们学习要忘了 主啊 我们赞美你是有证又获的神 我们赞美你 因为主你的恩典给我们用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是创造天地忘的主 因为你是赐下人类的救恩的主 因为主你是天天看顾我们的主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所造的何其多 天地满了你的丰富 主我们要赞美你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 从个人来转向天父上帝 我们从自己 我们要来转向你自己 因为主你是万丸之王 你是万主之主 主啊 你是我们的救赎主 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主 主我们赞美你 哦主啊 你实在是我们生命的盼望 主啊 以别神代义又花 他们的仇房必然加征 主啊 我们离了你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感谢你 我们在主的里面 我们就能够接丰盛的摩执 因为离了你 我们不能做事 我们赞美你 主你的恩典 给我们用 主啊 在这COVID-19的年代 主在这个 哦 主我们这个马来西亚 这个经济的压力 整个环境的压力中间 神让我们赞美你 把我们祷告你的时候 我们依靠你的时候 你就给我们能力力量 因为你的圣灵 哦 主啊 要赐给我们力量 因为主你的话 也说 我们亲近你 你就别亲近我们 我们赞美你 又是又真又活的神 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 接着下来呢 让我们来做一个 认罪的祷告 神说 求主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 没有 引导我主永生的道 圣经又告诉我们 说我们都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不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苦力 这时候就让我们一同 来向我们的主 来做认罪的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这时候愿意 承认我们的罪 主我们不隐瞒 我们的二 主啊 我们要向你来承认 我们在思想上 我们在原意上 我们在行为上 我们在爱心上 我们在清洁上 才有得罪神 得罪人 以至于我们没有能力 为耶稣做见证 以至于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 常常有得罪神 得罪人 主如今我们愿回转 回向你 求你再次给我们恩典 和力量 让我们能够 讨你的喜欢 让你更深的 来得着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哪里跌倒 我们就在哪里站起来 主尤其是有一些的罪 主啊 牵引着我们的 神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 靠神来调整 我们实在能够找到 一个信任的属灵的伙伴 我们能够问责 以至于 主我们的生命 可以得到医治 我们能够彼此认罪 叫我们的生命 可以得到医治 主啊 也求你 赏免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 能够更顺服你 主啊 更顺服 主你要我们顺服的人 和事物 你的灵向我们开启 你的圣灵向我们开启 是我们愿意 承认我们的过犯 不隐瞒我们自己的恶 让我们能够重新 能够走在 走在你心的当中 让我们离开我们的败坏 让我们离开我们的罪恶 让我们离开我们的背影 让我们离开我们的亡梗 让我们成为一个 不要成为一个愚畏人 主你带领我们 我们基督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接下来让我们来做感谢的祷告 为着神的恩典 我们来向神来做感谢的祷告 全能永生的天赋 我们感谢祢 你的话也教导我们 要凡事先 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是要我们所定的事 主啊 叫我们越感谢上帝 我们就更加的看见神 祢实实在在 在我们生命工作 祢在我们的家庭工作 祢在我们的职场工作 祢在我们的教会工作 祢在我们所有 在我们身旁的人事工作 主啊 当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 主啊 我们感谢祢 当我们依靠祢的时候 我们发现 那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那个觉得是 没有办法的 但是在祢的里面 祢给我们看见 祢的办法 祢的办法 主啊 我们感谢祢 教我们从垂散 从无助 从软弱 从失望 从个人的这种的 无助感里面 看见上帝 祢的盼望 主我们向祢感谢 祢实在又是 又真有火的水 主我们感谢祢 虽然我们在 孔平19之后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社会 都面对到许多的冲击 但是神 我们相信 祢自己 要我们在过程中间 学习更深的爱神 更深的爱人 叫我们离开 我们的这个无助感 叫我们离开 我们自己 内心当中的 自言自爱 让我们看见 祢的心意 我们看见 祢的作为 让我们看见 祢的能力 祢的力量 祢的智慧 祢的四肢架的 道路在我们中间 我们感谢 天父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接着下来呢 让我们来为 康宾19来祷告 我们看见 在西方的国家呢 他们遇到许多的难处 在世界各地 也遇到许多的难处 让我们真的能够祷告 我们呼求神 来延免 让这个疫情 能够早日的离开 让疫苗 能够早日的研发 无论是在国际的 无论是马来西亚的 我们都求神来保守 一起来开神 父啊 我们向祢自己来祷告 我们特别为着 康宾19在我们的国家 主啊 在全世界的蔓延 我们向祢求联名 主啊 我们求祢的恩惠 主啊 让我们能够早日 能够 这个医药人才能够 发现出这个 发明出这个疫苗 让我们全世界 都能够得到拯救 主啊 我们求祢自己来 怜悯和恩待 所以叫马来西亚 主我们要逐渐的开放 但是我们要 随便的小心 都求祢自己来保守我们 都能注意好 自己的健康 卫生 也能够祝福别人 主我们向祢等候 我们等候祢的带领和领导 感谢主 祢是用真正活的神 祢要在我们中间 来做期望的工作 因为祢的教会 在康宾19 有一些教会 要祝福在7月份开放 有一些 还有在等待一点时间 都求祢带领和领导 主啊 我们谢谢祢 让我们的教会 能够继续看见祢的作为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这时候我们让我们围着马来西亚的国家的经济来祷告 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大约有86万人 所谓的事业 我们要求祢来领导 我们继续围着马来西亚国家的政治状态来祷告 让我们看见 听到有许多的声音 或者说很多不同的状态在发生 所以这时候就请大家为马来西亚的经济 也同时为马来西亚的国家的这个政治的状态来祷告 一同开生 天父上帝我们这时候要为着马来西亚的国家的政治来祷告 主啊我们要为着马来西亚的经济来祷告 我们特别为着许多事业的人民来向祢祷告 主啊祢实在来怜悯 让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有许多县的人 他们都找到他们的出入 为着国家给他们的援助 都求祖来加上恩典 他们懂得这样节省 能够来使用 主啊我们也要为着我们国家的政治的状况 无论是祖目前的政府继续的维持 或者是有不同的状况 或者大选等等的可能性 我们都叫在神祢的面前 愿你自己的百姓都用敬畏的心 只有寻求主你的心理和代理 在当中 继续的为着现任首相 继续的治理我们的国家 在此时刻都求成加上恩典 也加上智慧 给所有内阁成员都能够有效的来管理 主啊我们也为着各种政府的激光 都能够凭着联政 联着公正来进行 我们都求主的怜悯和恩典 主啊我们谢谢祢 因为祢是掌权的主 我们等候祢的代理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安慰 那这个时候呢 我要请大家呢 特别的为我们来临的一个主日崇拜来祷告 那么为着我们在这个来临的主日崇拜的时候呢 我们都能够一起的来欢庆这个父亲节来祷告 因为主使用他仆人的信息呢 使我们更深的来明白他的道 我们做讲道的 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祷告 尽我们所能的预备 对我们做信徒的 我们尽量也为传道人祷告 也用千别的信来领受 主啊也适当的做出一个回应跟分享 非常期待弟兄姊妹能够回应 在领受的信息 有什么样的领受 有什么样的感动 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些互动 或者说在传道的讲道的过程中间 有一些地方需要传道来关心的都可以 好像上礼拜传道讲道的时候 因为用新的录影方式好像都没有聚焦 那传道就调整了 如果有些这样的比较快一点 那传道就稍微注意这个方面 这个都是很好的 这个彼此的互动 那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给传道说 我有领受啊 我有学习到啊 神借着这样的信息来鼓励我 这些我们怎么样鼓励啊 传道都会明白 就知道上帝在大家当中的工作 所以请大家为着这个来临的主日 我们来祷告 好不好 我们也不但为主日崇拜祷告 我们也为着我们这个各种呢 预备这个父亲节的这个聚会来祷告 我们知道是南韩在办这个合同 这个摄影的比赛 我们知道他的青年团 也有办这个活动 让大家的能够参与 我们都特别以着这个 跟父亲节有相关的 这个施工的推赞 都求神加上恩典和天明 让我们一起为着父亲节的聚会来祷告 天福上帝 我们为着来临的父亲节的主日崇拜 来向祢感谢 我们特别要为着制作私平的弟兄 这星期是豢养弟兄 所以加上恩典 也将所有不是内人叫做主人的亲 主我们也要继续的为着主我们的这个主日崇拜 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斯拉安堂儿童的这个摄影站 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青年 这个复印切的活动 都求你自己赐福 我们愿意自己使用整个的 这个父亲节的聚会 是我们更深的经历的奇妙作用 阿爸天福我们也继续的 我们要交通于你 让我们能够邀请更多人来参加我们的崇拜 让我们借这个崇拜 更深的经历 就都顶了你的爱 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敬拜主 你自己使用你的仆人 经历的预备 祷告 我们也为着主 你自己的儿女 我们能够一起的邀请 一起的有个互动 有个爱中的彼此的交流分享 都求你加上恩典 主啊愿意使这个父亲节的聚会 更深的经历 屠在恩典 主带着主从来蒙你的赤土 从基督的耶稣的名去 阿们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接着下来呢 传道带领大家做这个 的祷告呢 就是有关于围我们的小组 围着我们的探访 关怀来报告 同时呢 大家也围着我们有一些的课程 已经进行了 在斯兰安堂里 两半的红本文徒 跟一半的绿本文徒 都进行了 我们围着我们的这个 斯兰安堂 还有围着玉宝路坛 我们特别有青年团戏 还有我们这个成人团戏 这个星期呢 是认识一端 我们要报告神来带领 这位观传道会在当中来传讲 就是给他智慧的一段能力 我们勇于着我们的青年团戏 两个教会都进行 主日学 我们两个教会 都在礼拜天有进行 我们斯兰安堂 有制作的视频 那以保路坛 我们暂时先跟 用这个甲冻坛的 我们的求生师父 我们在斯兰堂的热灵的小组 都顺利的进行 四个小组 两个小组在半屋 两个小组在礼拜 我们就向神感恩 我们这个都求主来带领 所以我们在 一保路坛跟斯兰堂 进行的小组课程 还有一些探访 一保路坛在半屋晚上 我们斯兰堂 在礼拜天的下午 还有各种的时间 我们都可以进行 所以这时候就让我们 为我们两个教会 我们的小组课程 跟各种的关怀 让我们都一起的参与 让我们都一起的配搭 我们一起的开生 为这件事情来报告 天父三弟 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的教会 虽然在这个新光飞燕的这个时间 我们不能够有十几的聚会 但是我们看见您怎么感动 教会的知识 弟兄姊妹 小猪仔 竹血老师 我们来推动各项的 各项的线上的聚会 我们都向您感谢 特别为着明天晚安 我们要在这个一保路坛 我们有线上的认识地段的讲座 主我们特别求您来带领我们赐福 让我们更明白您的心意 能够在这弯曲辨密的时代 能够做舌尼无瑕疵的儿女 追求圣洁 坚守真理 服侍人 主我们求您的赐恩 在来临的星期六晚上 两个教会的青年团的聚会 以及拜六下午的 十两行知识会议 主我们也继续围着 主我们礼拜天 两个教会的崇拜 之后的一些聚会 无论是十两行的少年团 在四点 探访 在一点 以及主学在十点 也就是一保路坛 我们的校两点的主学 都完全求神 加上知福 主我们也祷告神 带领 十两行拜五晚上 明天晚上有成人 有乐灵的小组 我们都求您知福 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十两行 我们在拜一晚上 拜三晚上 对洪贝门徒的课程 拜一晚上早上 我们都有 律本门徒的课程 都线上的课程 我们都求主带领 引导 也为着我们在 半二晚上 我们一保路坛的探访 以及十两堂 主要在礼拜天下午的探访 以及我们其他时间探访 都求您知福 让我们更经历 你的恩典和你的爱 让我们在别的需要上 看到这些责任 我们看到教会的不足 我们就以祷告 主要取代批评 我们以服事 来代替马彦 主你以我们同在 看见你自己 其妙的作为 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等候你的带领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 来做主祷文 来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 祷告会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 愿父的国家灵 愿父的子异行在地上 不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仪式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在 如同免人的在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儿 因为国度全被荣耀 全是父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晚上的祷告会 就到这里告个段落 希望大家能够在 紧急下来的时间 跟你的家人 或者是安排一个时间 如果拜师晚上不能 你用另外一个时间 可以来使用我们在放在群主的这个家庭祭堂的材料 这是由撒瑞华尔宁会的会长娘 陈倩宇博士所预备的家庭祭堂的材料 今天晚上我们是用第三次 当然如果你还不曾用过 你可以用回第一次的 第二次的 然后也在我们的群主 让我们能够关心你的家 让你的家 以敬拜为中心 以祷告为中心 以神话为中心 那被神得着 就必拉蒙福 有主的同在 我们的生命可以得胜 来面对所有的挑战和困难 愿主的恩 主的爱 临到你以及你的家人身上 晚安 再见 祝您同在